带你们看一下这个猪 你们猜这个猪有多重 700斤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猪头 看到没有 你看它这个猪头有个特点 就是这个嘴呀 然后这个脸的话 基本上就已经看不到了 你看这个脸上的这种肉 看到没有 这个嘴它是一个尖的 我们从这个正面带大家看 你看它这个身板有多厚 看到没有 这个猪的话养了两年 也不知道这个肉怎么样 现在正在脱毛 等一下等师傅们把这些 难七八糟的东西搞完了之后 我们带大家看一下这个肉 它这个地方都已经长疙瘩了 因为它这个肉实在是长不开了 看这个背上 你看这个地方 我们这里叫做风暴 就是它这个地方的话 已经凸起来了 看到没有 现在师傅开始清理内惑了 我们所有的人都非常期待这个猪 到底这个肉是什么样子 猪脊的话已经打开了 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个里面 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水镖 我个咋的 看到没有 现在正式开始清理内惑了 好了 这个肚皮的话已经花开了 但是我们可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这一层 看到没有 你看这个猪 肥不肥 现在这个内惑的话 师傅已经清理完了 我们近距离带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个里面的这个颜色 白不白 它这个猪虽然大 但是是特别健康的 因为这个猪能吃 我们看一下这个侧面 看到没有 你看这个地方就有多厚 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巴掌 这个里面还有一层板油 看到没有 这个上面的话就更厚了 看到没有 现在我们就等师傅 把这个肉砍开了之后 再带大家看啊 看一下这个猪的板油 看到没有 你看这个板油有多厚 我估计这个板油应该都有15星左右了 你看 拿着吧装不下 对不起 好了 现在师傅正式开始切割这个肉了 先把这个肉啊 全部砍开 等一下我们再看啊 还没看到呢 这个里面还有骨头 好了 现在已经砍开了 我们先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前提和前颊肉 看一下这个肥镖啊 但是这个瘦肉的颜色还可以啊 太肥了 看到没有 等一下我们继续带大家看一下这个五花肉 从这个侧面带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个肥镖厚不厚 继续啊 我们等师傅把这个肉砍开 看里面 这是第一块前胸肉 好厚啊 你看师傅这个刀下去 好了 已经砍开了啊 我们看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好 给 我们看这个五花肉啊 你看这个侧面 看到没有 肥不肥 敢不敢下壳 这个肉 看一下这一块 你看这个侧面 也是一样的 看到没有 好厚的 但是它这个五花肉的这种线条啊 是特别明显的 嗯 线条 很明显的 线条 这个瘦肉的颜色还是没得说 因为它这个猪啊 全部都是熟食猪 就是有点点肥啊 这是最后两坨啊 马上就要砍开了 好了 现在已经切开了啊 我们带大家看一下这个侧面啊 这个肥镖 厚不厚 你看这一坨 这一坨的话也是一样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肉的话 敢不敢下壳 好